这些灯开着开着就像放鞭炮一样 啪就炸了 看一下这是拆下来的 里面的电容爆了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电压太高了 什么原因会导致电压高呢 那下面就查一下这个电压高的原因 跟着他们的师傅来到了配点箱 这个 你看我塞着纸的这几个 暂时测是好的 这几个没塞纸的 虽然是掰上 一掰上之后 这个电压就没了 零下在电压哪个 对 零下在电压 好嘞 看一下 这个机器 烧了好几个 烧了好几个 反正塞着纸的话 现在测是好用的 那就万一比较测一下电压 灵火之间的电压 这都不到220伏 100多伏 拉下这路电章 再测进线 电压 电压200伏 如果把下面的电闸都合上 电压波动会很大 有的会超过300伏 这个上一集的哪样 上一集的220伏 都得去上一集看 都去上一集 上一集看 就是那个堵线那样 对 接线的问题 对 跟着他们的师傅去看一下楼下的配电箱 这里就是总配电箱 电压都正常 哪个是 这一路 嗯 哎呦 你们坐下就没看着了 对 坐下没看着 停电吧 行吧 那 掰了吧 掰了吧 往楼上走 这个零线都糊了 说断了是啥 对 电压什么想起来 昨天晚上 有几天啊 这是个零线 啊 这是个零线 它这个样子处理起来就简单了 要么把线头给它重接 要么 直接把零线给它压到 嗯 把这一路的零线 直接给它压到主零排上 这样这个接头就不用接了 它这个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有接头 接头没接好 导致的续接发热直接烧断了 我得赶紧给它接好咯 他们还等着上班用电 这个解决起来比较简单 直接压在零排上 像这种三向四向的零线一定要压紧咯 如果续接的话 很容易烧电器的 会烧220伏的电器 这样把两头的零线都压紧一户 送上了 昨天晚上就停电了 对 现在电压正常了 现在电压可正常了 现在每线火线 现在所有都正常了 就看它的电器有没有烧的了 对 你怎么送我试试 我不敢送 我去送 我不敢送 不敢送 它顶多是跳杂 但是就是说 也就跳杂 我就怕它那些设备有的会坏 你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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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幸运的是 除了这几个灯烧坏了 其他的电器都没问题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电路故障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电 修这个电路故障 报价500 看好不好修 电闸一送电 地线就带电 大家先猜一猜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那个配电箱 出现什么情况了 简直说一下 现在就是说 那个地线 地线跟这个火线 是它是应该没有电的 它现在是有数据的 也是220 不是没明白 你说的意思 再说一遍 现在你就是说 这个火线 火线跟地线 它也是220的电 你聊的电一样 对 然后现在送电的话是正常的 现在就正常用 但是这个数据是正常的 就说它是 你们是用万有表测的 火线和地线有电压 对 那谁认为是不正常 这地线不是应该没有数据的 应该是没有电了 火线跟零线是可以数据 是那个有电压的 220的电压 我明白了 你说的意思就是火线 和零线之间有电压正常 对 火线和地线之间不能有电压 对 我来测一下 是这样的 你抓你的 那里那个 地线不带电 测零线 我这跑过来好几十公里 我解决不了了 我这是 就这个数据是存在隐患 然后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笨在一灯找证来的 可不可以把我给散一下 你看零火线之间的电压 220对吧 正常 火线和地线 也是220 对 现在就这个问题 现在就这个问题 你们给我联系的时候 你们说清楚 光说打带电 光说推上这些杂役后 对啊 现在我就说 现在他们这是断电之后是正常的 断了电之后是正常的 断电之后是吗 就是这个地线 你是量不出来电压的 从哪量不出来电压 火线跟地线 从哪量 火线 我知道 断了一货 断了之后 你随便用它一根火线 这是没有数据的 是没有电压的 我推上去就有 你是量下边还是量上边 上边 你量它的吗 它们的现在是正常的 这是有电的 对 这个是没电的 您给我怼着这个 这个地线 怼一个就行 怼下边 做你说的 有吧 有吧 也有嘛 也有 但是它量 下面是没有的 那下面是没有的 它量下面是没有的 那上面哪 上面是有是正常的 对吧 给地线 火线给地线 也有电压吗 正常的 如果说是零线和地线 如果有高电压 那就不正常了 我猜一个零线 零线是没有的吧 多好 间地也好 零线也好 地线也好 我就说 你这个电路啊 你能不能一收 把我收懵了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那电路没有任何的毛病 做得非常好 还有一个问题 我这是六路电 我其中两路是有电压的 四路是没有电压的 啥意思 六路地线吧 就是说六路地线 然后那个是 其中有两路是有电压的 四路是没有电压的 那先说你说的意思 就是 拧开来啊 对 拧开来再测呀 对 现在就说是 就是说把地线拿下来 对 再凉 对 再凉地线 有的有电压 有的没电压 是吧 对对对 那也是正常的 电人是吧 嗯 对 当啥电人了 一百一 这个电你了 对 这是什么 这是感应电 如果是连的设备 设备外科 它带感应电的 这个感应电 接地以后就没了 接地以后就没了 它不接地 它就带个感应电 这是个感应电 如果是漏电的话 这个电压 你都对它放不掉 它说我漏电的话 它啪啪啪咋跳了 对 我一开始是合不上的 然后回来 我检查完一遍 合不上 对 哪个合不上 这个合不上 这是它的吗 我看一下 没有电 没有电 这个师傅说 这一路跳过闸 我得看一下 这大老远跑过来 啥也没发现 这个钱也不好收啊 对 你刚才说 这一路一送电 它怕是跳了一次 是吧 对 就是一开始送上嘛 一开始送不上 对 这一路 这一路是漏电的 拍朝这一路就行 哪里来的电 漏 它是漏电 它的对地是漏电的 是哪里来的电 我 这班车不是 没有电 没有电 我这是量啥 你知道吧 量它漏不漏电 对地 对一个测地 就测到 对地漏电的 好 我还给你测出一路漏电 这是干啥的 这一路测 这路进一个箱子里 进箱子里了 进那边箱子了 对 你知道是哪个箱子吗 去给你找一下 那个箱子 是看看的 行吧 把这块给你接下来 这一块没问题 这一块恢复 就可以了 然后去找这一路 那头那个箱子 啊 在哪呀 上下 看一下那路线接的什么 那个线就走在这个天棚上 上面有四个界线盒 拿铁的 把这巴黎口打开 把这盒打开以后 从这里塞一下就可以了 就找到是哪一边的 啊 我怎么感觉像是 这是螺丝拧头线 这一个 打开这个 看这有截图 啊 这有截图 我怀疑是打到线了 它就是打到线了 看到吗 你是糊了吗 不是糊了 螺丝打到线了 哦 螺丝打到线了 是吧 看当时 这边还有打火的地方 还有打黑了 哦 明白 那就是这里有问题啊 很明显 螺丝一招的 把这块包起来 上面恢复起来 应该就好了 把那个破皮的线 处理好以后 再过来测量这些线路 都正常了 很正常 你看 这个事多有戏剧性 从开始到结束 整个过程 也是我没想到的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 这个疑难故障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